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录到晚上嗓子都哑了 就是太开心了 一直在乐 然后一直在聊天 笑哑了 然后你知道女生们在一块吧 就不自觉的嗓门就会变大 一开始不熟的情况下还都是那种 你好 你好 然后脑熟了之后 就直接就快点哑了 就是这样了 其实每天到了这个点的时候 大家嗓子都是哑的 然后又在想说今天干嘛了 没干嘛 而且有的时候就是别人在玩游戏 在做什么的时候 我们在旁边就完全成为粉丝了 一直在那 你今天一天一起的感觉 就是全新的投入进去了 因为现在已经处成家人的感觉了 对 我觉得很难 就是我们是一群陌生人 然后一起去寻找自我 然后在寻找自我过程中 我们可能在别人的生活中 照见了自我 然后我觉得这趟旅行真的是不太一样 我觉得很难以后很难有这样的机会 我觉得这次确实是 对我来说收益的一些 就是这一次录制之前 有没有跟妈妈两个人出去旅行过 很少我们都是一家人集体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我在台湾拍戏 因为我特别爱吃东西 我就跟姐姐说 我说台湾小吃特别好吃 环导小吃 又带爸爸妈妈来 然后你陪着他 然后我把所有行程订好 票订好了 导游什么所谓点都找好了 然后姐姐带着他们去玩 然后时时会给我拍照片 然后我在墾丁搬砖 懂不懂 就是你说这种旅行 这种陪伴 我觉得很难 所以有的时候我在家里 就是没有外人的情况下 我其实是挑戏分的那一个 因为我的一些话 他们会觉得很开心 一到了外边 跟不熟的人在一块 我又会变成了一个 有那种就是情感表达的那种羞耻症 我觉得不用不用咱们好也不用 一定要很表达出来 我想拥抱你 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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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不拥抱的 然后但经历了这样一趟旅行 我也发现就是勇敢地表达出自己的爱 好像越是越顺手了 真的我爱你 谢谢 慢慢的 谢谢我们看前面特逗 我妈 我妈妈是搞笑女 就是我以前没发现我妈是这么搞笑的人 因为我基本上很少跟她会单独相住那么长时间 让我发现我妈是个搞笑女 我就觉得从那一刻开始 我说我要重新地认识她 我真的没想到 卫人 然后还是一个很有情趣的人 就她的可爱 我其实也是在这个旅程中慢慢发现 因为以前就管交太严了 所以对我都是那种 你不可以这样 你不可以那样 然后长大了之后变成了 我跟她说 妈妈你不可以这样 好像我们没有好好地去 去真正地说我们去分享 或者专注地去相处 可能妈妈跟你出来旅行太开心了 她太开心了 就很多环节 其实大家都玩玩得很累 可是她很想越越越是再来玩一次 我慢慢了解她了 知道她是属于那种 闲眼包 然后我都想看玉 我说我来 我来陪你 我来陪你再玩一把 快速地我把你赢了之后 然后结束这个 所以就是在旅行的过程中 发现妈妈 就是特别特别开心 但是来之前 有没有一点点的担心呢 我 我觉得因为 其实我妈妈她是素人 那我在跟她说 我说有这样一个节目 因为我很喜欢 这个节目的利益 我是完全被 那个发过来的PDI 或打动了 对 我是觉得这个主题特别好 因为我这两年 一直在跟我妈妈说 我说你是女儿是妈妈 但你要是你自己 如果你连你自己 都没有办法 让自己开心的话 你怎么能让我们开心呢 你不要把所有的事情 经历都放在家庭 老公 孩子上面 当然主要是 我也需要一些个人空间 因为她一旦 努力地付出的时候 我会觉得有点 有点紧张 然后呢 当我看到这个PDIF的时候 我说这个好 这个意义特别好 所以在这个时代 母女之间 这种待机关系 她一定是会有 不一样的碰撞 因为那个时代的女性 和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 我为了想让她能理解我 其实我要花漫长的沟通 所以我就跟她说 我说 妈妈我要带你去旅行 你愿不愿意一起 她说好呀 但是 我怕我自己文化水平有限 给你丢人 我现在就去看书 她看书是为了 丰富自己的文化阅历 什么都说 妈妈来不及了 然后呢 我也跟她说 我说你可能来这个节目 一定有人喜欢你 有人不喜欢你 然后因为我们母女之间相处 也一定会有一些 跟别人不一样的 到时候你得 你能不能承受 因为如果不能承受 我也不想把妈妈 裹袭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来 让妈说 我没有什么呀 我们关系很好 我们也没有问题 可以呀 然后就很自信 很自信的来了 对但录了一两期之后 她稍微有一点压力 但现在还好 对 我们很喜欢啊 真的是给我们带了很多的快乐 对那觉得现在 心情和当时来之前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我觉得这不单纯是一个 母女关系的节目 它更多的是 让所有的女性 在这趟旅行中发现自我 找到自我 我觉得其实你只有先 认识到自己 你才能够真正的成为自己 在这趟旅程中 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 然后呢 我也发现原来我 原来我可以真正的做自我 我本来就是一个 还蛮自我的人 然后也是我的原生家庭 给予了非常大的保护 让我能够去 这么自在的去做自己 我觉得不是 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勇气 去做一个 跟别人不一样的人 所以我觉得 这一点还是蛮感谢我的爸爸妈 我的青春我做主 其实我一直就是 我的人生蛮多的事情 都是我自己来决定 然后我妈妈她即便不理解 但是保证一个很支持的 是的 所以现在是不是 经过这趟旅程觉得 妈妈是一个很好的旅游搭子 满分一百分的话 会打多少分 那肯定不能打一百 我妈是个容易骄傲的人 这九十九 九十九分 怕她骄傲 一分是怕她骄傲 对对对对 但是妈妈就做得很好了 我觉得所有的妈妈都做得很好 然后她们都在这趟旅行中 学习到了如何去跟孩子沟通 不一定能够学会 就马上会用 但是起码意识到了 也许有另外一种方式 是的 所以就是出去旅行的话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随意而安心 还是说有计划的去准备一趟旅行 大看是什么事情 如果是旅游 我最近比如说 我这个节目录的 我实在太累了 我最大的困扰 就是太困了 那我希望可能 我下一个旅游 其实是我的假期 我就想躺着 看海什么也不干 然后吃点美食 但如果说 其实我要去到一些 我不熟悉的环境 然后想感受当地的文化的话 那旅行可能 我就一定要有一个 非常明确的攻略 我要知道这些地方 是我一定要去到的 因为也许我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就是两种不同的选择 那这一次跟妈妈的旅行 你觉得自己 是个什么样的担当 颜值 没有 我跟妈妈在一起的担当 我还是负责情绪价值的 就是搞怪逗她开心 因为我觉得好像很受用 就比如说我夸她很漂亮 其实好像没有我姐姐夸她受用 好像因为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夸夸型的那个女儿 我可能会说最反骨的话 但实际上表达最真挚的爱 包哄她开心 然后弄一些小惊喜 然后或者小惊吓 就一直这样 所以生活当中会给妈妈 时不时发一些就是 妈妈很爱你啊 就是那种表达感觉 还没说就一定不行 那种感觉 不会 但是这趟旅行我觉得我第一次刻苦了这样的障碍 因为我的这个家庭的成长环境 我们不是从小就教我们该如何表达自己的爱和情绪 包括我姐姐她就说 她说妹妹你记得吗 小时候我因为一个什么事哭 然后你跟我说你不要哭 哭不能解决问题 她说这话就是我很小的时候说的 然后包括因为有次妈妈生病 然后我们俩把妈妈送到医院去 然后我姐就在病房外面哭 然后我就想着怎么去解决问题 然后我姐一直在哭 我说你去边哭 我说你不要哭 我哭不解决问题 我说你现在哭也只会让妈妈更担心 然后等到我把所有事情处理完了之后 我觉得我可以哭了 我可以表达我脆弱里面 我要去走廊里楼道里 没有人的地方哭 后来我发现好像时间解决 没有什么值得哭的了 我想时间哭也哭不出来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一个状态 不是特别愿意去表达自己的情感 但是就是因为你比较独立 然后就先去解决问题 我做事情比较是先解决问题 然后问题解决了 情绪很久没有了 但这一趟旅行 我慢慢地发现 我可以去释放自己的情绪 然后适当地 都有的时候 因为这趟旅行还蛮奇妙的 就是你有很多不可控的事情 真的到了那一点 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会 对 对 太多了 我有当众哭泣羞耻症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 我回去就会砸枕头之类的 你会觉得当时为什么会哭 我觉得很丢脸 我会觉得很丢脸 这次也会有这样的时候吗 我以前没有这样的时候 以前我不会当众哭 就是大家当众都哭了好多次 大家当众哭了好多次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那种亲情 有的时候是你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虽然我觉得我以往控制的蛮好的 因为我不会在大众面前去呈现我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跟父母的关系 这个节目好就好在 它就是把两个人就这么放在这里 当然它其实也并不是全部 它只是截取了我们的部分的片段 因为四个家庭 每个片段 它不可能说都展现出来 但它肯定要抓一个最典型的 这是这个节目最真实的地方 妈妈也做自己 然后我们非常非常爱看 现在妈妈们就说 我要做自己人生的大女主 反正就牛先吹出去了 然后希望她们能够践行 但我一直是 其实这趟下来我觉得特别好 我觉得是一段非常不一样的旅程吧 然后我也觉得说 那都是我们的人生 我们有优点和缺点 但这是我们这么多年来相处知道 而且我们彼此相爱 那你碰巧在我们的故事里感同身受了 觉得自己也好像同样跟我们有一样的困惑 或者是不同意或者质疑我们的关系 这我觉得这都很正常 但是综艺过后 你们自己的人生还是要自己想好怎么过 毕竟我们的人生剧本 我们自己在做主 多看几遍就好了 时常温习 对啊 那你觉得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担当 妈妈是能量担当 她从一睁眼就在释放能量 她就像太阳一样 只要你见到她 她就会在照耀你 元气满满的照 她能量特别满 她从一睁眼就满场 然后要去找这个姐妹 找那个姐妹 这是我们俩完全不一样的性格 我妈就是这么一个人 而且一直以来也践行 我就会说我挺希望有她这种艺人的这种能量在的 但是我是属于 我也看了一下弹幕 我也看了一下弹幕 因为我属于高阶的哀人 然后经常以艺人的身份出现 就我在我的工作状态中 我可以侃侃而谈 那其实回到家里 能不说话就少说话 但是后来发现真的不说台门也不懂 还是要多交流吧 多交流很重要 她只是因为有保留自己一点点的空间了 但是在可能这道旅行当中你就发现 其实大家说出来其实挺好的 沟通的重要性 那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甜蜜互动专区吧 好 那么又选取往有一些很关注的该不该的问题 然后可以来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进行表态 该不该向对方报喜不报忧 该 我是一个不报喜不报忧的人 所以有的时候比如我得了什么奖 我妈人都是在电视上看到的 她说她们 我的姐妹说你得了一个什么奖 然后她们给我发那个照片 我说对 所以你是喜跟忧都不会去 对 我是这样的 所以我也很奇怪 碰巧她就在我身边 碰巧她又在我家里 那她可能知道 但是正常我不太会 比如说我今天拍了个什么戏 然后 我妈她说 你看你们自信心都不跟我说你拍什么了 他们问我你是不是拍这个戏了 我的朋友问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说妈你就说不知道好了 我真的不知道啊 也不会把这些自己的工作当一个惊喜去分享给妈妈 不是那是我的日常 因为我每天要去做这样的工作我不太会 如果说这样旅行我没有带妈妈来 那我可能在这个里面发生所有事情 我妈妈只能在电视上看到 因为你觉得这是一个工作的一部分了 也不是我没有那么强的分享欲 我真的是 我像我的一些自媒体的平台也都是要被大家催着 赶紧发一个什么 我说好 现在弹幕应该在飞 催根 催根了又要催根了 来看第二个 朋友圈该不该屏蔽父母 我觉得没有该不该吧 因为我已经半年没有发布朋友圈了 然后我的朋友圈就是选择 以前我们玩朋友圈 我在去捋的时候 我们以前发 该不该 该 对 我是觉得现在没有 已经不用分组 然后因为我不发朋友圈了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 有些东西如果我不想让他知道 我就会不发 对 其实不用刻意评蔽 但反正就是意思就是 不该让妈妈爸爸知道的 就是不要让他们评 来看下一个 买了贵价物品 妈妈问 这个价格该不该如实告知 不用 她自己会搜 妈妈是医院 妈妈什么厉害 这是摸闹妈来的 真的 她拍同款然后上网搜 因为我不会告诉她 但是比如说我那放了一个包包 然后她就感觉很好看 然后她 因为是我的包 然后她就拍了一张照片之后 然后搜了一下同款 她就回来说你这个包 你这个包这么贵 我说我有品牌送的 她说你这个包还挺好看 我说妈妈拿去背吧 妈妈是那可以吗 我说可以 妈妈是不是就是在等这句话呢 也不是就是 这是你拿去背 因为我对于这些东西 反正包括我的衣服和包 你能穿你就拿走 我 因为我平时也就是提示牛仔裤 翻来覆去 我也有很多偏爱衣服 可是我翻来覆去就穿在一起 穿的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 好 她恋爱后该不该第一时间告诉父母 不该 真的是 你还没说的 我没有分享 对所以我妈不知道 不知道 对不起妈妈 对不起妈妈 一切信息 我会做最好的 对不起 也不一定要告诉你 因为她不一定是最终 跟我走进婚姻的那个人 来 走 是的 下一个 好 在家庭聚会中 父母该不该叫孩子秀才艺 不该 对 我从小就是被妈妈 我姐姐跟我就是被妈妈Q才艺的那一个 所以小的时候很抵触 然后但今天我们突然发现 好像我们找到了一个自洽的方式 虽然不该被Q上台 但是我们也要有被Q上台 能够帮助妈妈撑场面的那个能力 对 因为我们长大了 说得最好 好 那最后的时候我们安利一下 是女儿是妈妈这个节目好不好 好看 是女儿是妈妈这个节目还是蛮有社会意义的吧 我觉得这个 这个节目其实更重要的是 让大家了解自己 无论你是女儿还是妈妈 期待你能够成为自己都喜欢的自己 甜蜜的任务 陶欣然的工作日常 欢迎西安姐 你好 你好 今天的穿搭也是一种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自在吧 嗯 如果我坐进来 对吧 然后你们好 actEr ist 吃饭了吗 主要去腾慢慢 你们坐下 地上凉不凉 我们可能会把尴尬的作为预告 现在那旅游里经历了什么 跟妈妈彼此在旅行当中 是什么样的一个担当呢 我们是泪失禁担当 我哭的时候是默默流泪 不发出声音 保全我的发表 妈妈感兴着 有一天说 我们不能哭了 你看我们这么多 哭得太多了 旅行了两站之后 跟来之前的心情 有什么不一样吗 就是她觉得我们很不容易 她就说了一句 你这碗饭我是真吃不了 陶老师说她刚出道 回去就要吸引 音乐有点进步 有没有什么特别想演的角色 这个我跟孙力说过的 什么时候我们要再合作演一个 把生活中的姐妹情放在剧里面 我们要双向奔赴 我也为你 我全力以赴 今天有一个戴播剧叫 流水条条 其实跟你这种冷掉的就很贴 我回去我是不是要喝点热水什么的 我很暖 更多精彩内容锁定5月12日 周日12点甜蜜的任务 陶欣然和你不见不散